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而可能有些人不知道 现在人们所见之大佛 其实是浴火重生后的大佛 在毁于陈周全事件战火后 兜兜转转历经千辛万苦 才于1961年俊功 让得知此事的人不禁忘之心叹 感叹此庞然巨物着实重生不易 总之 如果到访八卦山大佛风景区 千万别忘了怀着虔诚的心瞻仰大佛 也别忘了走一趟天空步道 或是到灰面狂因主体观补充心知 这样一个富含宗教文化及生态人文的地方 实处错过可惜 来一趟不够 再来一趟也不嫌多 毕竟八卦山大佛风景区独特之处 是很多地方都无法取代的特别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频道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还有分享哦